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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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他就要用一个例子来谈谈 由Kolimu到Dui 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所了解到的 就是艺术作品 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表现里面 让人感受到过程 那么用一个例子来说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是这个Picasso Picasso的这个例子呢 各位的书上 事实上就有他的这个图 在这个一百页的地方 那么这幅图 这个图就是这个 Demoiselle d'Avignon D'Avignon 那么一般把它翻成叫做 这个D'Avignon 事实上就是D 然后加Avignon Avignon是一个地名 对 对 亚维农 亚维农的Demoiselle Demoiselle 就是这个小姑娘 或者是小姐 这样的一个称呼 这个是Picasso的这个作品 那么这个 关于这个作品的详细的资料 书上在那个图版的地方 其实都写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各位大概都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这幅画 这个Picasso的这幅画 那么一般的这个理解 Picasso的这幅画 包括我以前就是在上那个 有关于艺术的课程的时候 大概几乎都是形式主义方式的一个说明 那么形式主义的说明 对我来讲就是比较是平板的 这个很平面的 很这个什么专家式的那种解说 缺乏那种故事性 那么在谈到这个Picasso的这个 那么通常会提到几个 这个在这幅画里面有的这个特色 那么第一个就是非洲的那种雕刻的形式 因为Picasso虽然他在这个巴黎发展 但是他是西班牙人 那么西班牙受到非洲很大的这个影响 不管在甚至他被这个回教统治过 摩尔人啊什么的 那么所以事实上他有很多这个非洲的一些 留下来的一些影响的痕迹在 那么艺术上就宗教上文化上 艺术上都是 那么这个在这个作品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 在画面的右手边的那个面具 那个面具其实非常有非洲的那种雕塑的 一些风格在 那么甚至在他某些粗糙的那些笔触 对显示了那种非洲的那种目标 他们那种很粗糙的 一种粗广的 这种表现的一种方式 这是他所具有的的一个风格 所以会谈到非洲的那种雕刻形式 你可以找一些非洲的雕刻的那个 这个木头的面具 你会发现 比卡索的这个 在这幅画里面 所呈现的 跟这个有很多风格的相近之处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会谈到的是 仿罗马式的建筑的风格 那么这个仿罗马式的建筑风格 其实是跟哥德式的建筑风格的一个 这个对照或者是比较 中世纪的时候 大概中世纪 中世纪在哲学上面 大概主要的两个哲学 一个就是最早的教父哲学 那么一个是比较晚的 这个所谓的士林哲学 那么在艺术的风格上 其实也是如此 就是有两个不同的风格 在中世纪的这个早期 那么他的艺术风格 主要是仿罗马式的 这个建筑风格 那么这个仿罗马式 当然因此就跟什么 罗马是有关的 那罗马的艺术 不同于希腊的地方在于 罗马的这个艺术 比起这个希腊来的更壮大 这个你只要比如说去罗马走一走 你以后就可以感受到 那个大型的建筑 那这当然跟什么 罗马人他们在建筑上面的一个发展有关 比如说他们发明了 一个拱这种建筑的方式 让他们可以什么 建造更大的城门 所以像凯旋门 这个就在罗马 那么到甚至到巴黎 他也有个凯旋门 对不对 就是这种风格 就从罗马开始 那么希腊就没有凯旋门 所以希腊的这个门 不论怎么样 他没有办法盖得很大 为什么呢 你可以想象的 因为这些建筑都是石头的建筑 对不对 如果我把这个门做得很大 当我没有拱的时候 我只能这样 对不对 我只能这样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两个门边要撑上面的柱子 做成一个门 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什么困难 就是当你做得很大的时候 这里可能就裂开了 然后就垮了 对不对 因为除了你什么 门中间再撑一个 可是这样子就变柱子了 对不对 就这个怎么能当门 对不对 因为他那个凯旋门就是什么 就是让整个军队的 雄啾啾气 然后走过去 所以这里要没有任何支撑 那没有任何支撑 这个东西 一旦这两个拉得很宽广的时候 他就裂开 就裂开 那么裂开那怎么办 就是什么 加粗 对不对 加粗了之后 这两支承受不了 所以总之 没办法做很大 那么可是学会了拱的技术 让这个门可以一直扩大 因为他事实上是靠着 尖程的方式 那个把摩擦力 这个逐渐的团导到这个两边 所以就可以变成做很大的东西 实际上 那么罗马的整个建筑因呢 就什么 就整个比起希腊来 就扩大了非常的多 扩大了非常的多 那么在中世纪的初期 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特殊的风格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仿造罗马的 那么这种仿造罗马的这种方式 就是圆拱 这是一个典型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也都什么 都比较大 比较粗 比较壮 那你事实上可以看到这个亚维隆的姑娘 他们每个看起来也都相当的粗壮 对不对 这个事实上是有的特色 因为到了哥德士就不一样的 他开始追求一个 我们谈到崇高 对不对 开始追求高 高 他就不要壮 为什么 一出壮 就不算高了 对 只会让人家觉得胖 胖 然后又高 就是觉得很大而已 就不觉得多高 所以他要在整个那个视觉上 让你造成细瘦的感觉 然后再拉高 然后让整个教堂 有一种非生 这个生腾 向上 那样的一种感受在 因而构成了跟 中世纪的早期的 仿罗马式的一个很大的差别 因为一些建筑元素上的差异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仿罗马式是圆拱 这个到了哥德士就变尖拱了 就变尖拱了 然后他有更多的这个垂直的线条 仿罗马式呢 他就不在乎这种垂直的线条 因为他整个的这个建物都是比较这个 这个集体庞大的 所以用这种仿罗马式建筑的方式 来做绘画 人物看起来都是粗壮型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提到了这个另外的一个建筑的风格 另外一个就是立体主义 那立体主义我想各位会很熟悉 对不对 就是他的人物里面有各种 用各种不同的面向来这个呈现 那么在这个 这个 这个画里面 事实上算是立体主义还比较早期的时候 还不是完全成熟 所以还没有呈现那么明显的各种面貌 但是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就是各种不同的试点 可以什么 这个并存 这样的一个情形 在我们书里面 他其实 谈到这幅画的时候 他就讲到这个 特别是讲到这个立体主义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看他是怎么描述他的 在这个99页的第三段 第三段 中间这一段 那么他的第三行的地方 他说 It's recruitment of African sculpture forms 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非洲的那个雕刻 And Romanesque architecture 就是仿罗马式建筑 Ware is planned to be vehicles allowing the panther to reconstitute reconstitute pictorial space cubistically 让他去重新构成这个画面的空间 以一种立体的方式 那么这个立体派的方式的 各方面构成的空间 就是他下面接着要 那个冒号后面说的的 他说 Composing figures are called multiple intersecting spatial planes and integrating figure and ground into a single geometrical fabric in which everything is from one perspective foregrounded one from another recessive 就是有时候是在一个比较前面的那样的一个视点 视角 另外有时候则是一个比较后退的视角 那这些不同的视角是可以并存的 这个在过去 那个绘画 在这个 就是一定是什么 一个固定的视角 那个时候就是一般的透视法 远近法 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现在他就是什么 就可以这样 所以一个人可以什么 就是好像你在这里面 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 不同的来看待这个画面上面的 里面的那些人物 这个是立体派 这个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情形 那么大概这个形式主义的解释 差不多就是这样 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会听到一些 我说我每次听形式主义的东西 我就听到一些名词 一些风格 一些什么主义 一些什么形式 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 那听起来就什么 就很专业 很有那种学者味道 这样子 可是这种东西就会觉得什么 没感觉 因为形式主义不会告诉你故事 因为他们不进入那个故事里面 可是呢 当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意思说 作为一种艺术的欣赏 尤其是一个跟感情有关的东西 对不对 你事实上是会有一些感受的 这些感受不是只是什么非洲的雕刻风格 仿罗马式的风格 立体主义 就是这些字眼而已 而是有一些别的的感受 那些感受呢 似乎就是只是用这些解释 没有办法去说明 为什么会让人产生这些感受 没有办法说明 为什么会让人产生这些感受 那么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书里面提到 就是这个艺术史家 Leo Steinberg 在99页的倒数第二段那里 他提到 他是一个艺术批评家 生于1920年到2011年 所以他过世没有多久 那么他在看这幅画的时候 他当然也熟悉就是一般的这种解释的方式 但是呢 他进一步的问了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他问了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都不是刚刚 你所看到的那些风格能够解释的 他说 Why are the women in the picture situated in a brother 这个是在这个 99页的倒数第二段这里 他提到的这个问题 他说为什么这些女人 他们呢 是在一个妓院里面 那个亚维农的姑娘 亚维农就是这个 一个 算是一个红灯区 那么这样的地方 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在一个妓院里面 所以这些姑娘其实是妓女 事实上是妓女 那所以他问这样的问题 那 讲那些风格 我会告诉你说 这跟妓女有什么关系 对 怎么 这个 这些风格 不是画妓女 画路人好像也可以 对不对 可是这些没有办法解释 刑事主义没有办法解释这些东西 那他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人 是在 这些女人是在一个妓院里 那不只是这样 他说 Why do the women stare back with these intense cool implecable resolute eyes 他说当你看着这些女人的时候 你看到她们不是什么 不是像是在 我们在自拍 然后自拍神器 在自拍大家笑 对不对 不是了 你看这些女人 尤其是什么 她们的眼睛 对不对 她们的眼睛 比卡索把她们眼睛画得很大 很清楚 那么你可以看到她们的其实是什么 那个眼睛 是一个 没有任何的笑容 甚至带有某种的恨意 带有某种的不爽 带有某种的 某种感受 这样的一种眼神在的 那她描述这个眼神是什么 强烈的 残酷的 这个implecable resolute 这个无情的 这个什么 这个坚决的 带有这样的一种味道 好像那个是什么 好像猎女 然后又有那种恨 在那里 这个也是 就是看的人 当你很仔细的去感受 这个画的感情的时候 那你会感受到这些东西 那形式主义 也不会去告诉你 为什么这样 对 因为她如果画出那些女人 都在微笑或者什么 你还是可以用那几个东西来解释 但是这个东西 也不是她所能够解释 那么第三个问题 她说 why do their gazes almost feel like a tree 说这些女人的凝视 瞪着那个大眼睛在看 看起来为什么 感觉像是在威胁 在威胁你 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是 这个 他在看这幅画的时候 他提到的几些问题 那他所问的这些问题 差不多行事主义都没有办法 这个给予回答 可是你不觉得吗 就是看这幅画像这种很感情的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 这是很直接的感受啊 那很多人是什么 就是哲语啊 专家这么说啊 那你就没有疑问了 可是如果你不要去抛掉 所有的那些 俗语名词 那个专家的那些解释 把那些拿掉 对不对 这其实是一个什么 很直接的感觉 你甚至也许一个小孩 对不对 他完全不懂的这个什么 艺术史或者是在艺术学上面的一些词汇的人 这个小孩 他都可能都会有相同的感觉在 对不对 所以他诉诸的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感觉 然后他问这些问题 而且他有发现到 在形式主义的解释里面 这对这些问题其实是无解的 那这就显示什么 形式主义的有限性 对 那第四个问题 why has this to do with form 他说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 跟形式到底有什么关系 对 你讲的这些东西跟 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 就跟这个形式到底关系 这个关系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 这个小孩的 他所问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 就是让我们看到形式的一个有限性 那我们在之前谈到 这些不同的主义 对不对 那所以表现主义在这方面 其实比形式主义 是更能够去解释这些东西的 那么因为你在这里面 就看到这个形式主义 他的一个限制在什么地方 那史迦伯他其实是很晚 他才开始研究这幅画 那么在他之前 就是所有人都比卡索 比卡索 就是这么一个有名的画家 然后呢 这个什么 这个学者们 就对于他的各个不同时期 什么蓝色时期 粉红色时期 对不对 立体派时期 就是 的解释都差不多就是 如此 千篇一律 所以几乎 在这个史迦伯提出 这样的一个很直觉的问题之前 没有人敢问这一类的问题 那史迦伯第一个问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他在这个 99 月最下面这段 他说 no one had asked this question 在他之前没有人问过这些问题 which arise directly from the picture itself 而这些问题很直接的就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真的好好看这幅画 你其实是会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那么他说they 这个they指的是这些问题 they argue 这些问题 arguer against a purely formalist reading or mask 这些问题论证相反于 相反于一个 或者相对于一个 纯粹形式主义的 对于面具 雕刻的那种阅读 这些问题 反对他们的提出了这样的论证 因为他说 他说在这幅画里面 这个流通着 流转着一种很野蛮的力量 就是当你进入到这个画的里面 你会感受到他有一个野蛮的力量在 Primative power circulating at the core of this picture 而面具感觉是在什么 是在好像在隐含这个力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面具就把他什么 把他的眼神或者是表情给遮蔽了 可是你会感受到 因为有些人没戴面具 对不对 你会感受到这幅画里面 他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在的 而正是这种力量 也许才让有些人对Picasso感受到他的某种魅力 那么所以Picasso画这些东西 显然有别的意图在 这个是他主要说的 我们把那个99页的最下面一句话看完 他说the intense sexuality 他说这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性的感受 他说这个强烈的性 对于这个主题的那个性的感觉 似乎在什么 这个暗示着 that more is a stake in this resolute uncompromising objured geometry of study forms than mere establishment of perspective 他说你会感觉到这里面还有更多的东西 比起那个什么 纯粹用形式主义的方式 说这是立体派 各种不同的视角 各种不同的前后的视点的呈显的方式 你觉得一定还有更多的东西在 对不对 可是形式主义的解释 已经没办法再提供了 他就是这么多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当我们要再来去 再进一步去解释这些东西的时候 显然的 你要先把形式主义放到一边 然后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来解释Picasso的这幅画 好上一节课我们看了这个十三先生 Styberg的这个问题 那么他自己在问了这些问题之后 也发现到形式主义是不能够回答的 所以他自己提出了一些解释 那么这些解释不外这几个字眼 就是信、报复、死亡 这些字眼 那么他在这里面谈到了一些典故 这些典故 那么这个典故牵涉到Picasso 他自己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的那样 那个地方的生活 以及那边的风俗习惯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面看到 所以变成理解一幅绘画 就不是只是什么 我只要看看画面这样子就够了 那我如果要再深入的去理解 这些东西有些什么样的关联或什么 那么你还必须要什么 了解这个画家 了解到这个画家的同年 或者是年轻的时候 他所生活的那个文化 那个风俗 那个习惯等等 那么这个Starbert他就这样做 这个就是做一个更深入的 一个艺术史的研究了 在一百页的地方 他说 Starbert returned to Picasso's youth to his life in Catalonia where gazes gazes 凝视 这个观看 对不对 那么given and received between men and women always carry the act of culpability of sex 看本身就有性的意涵在内 对不对 当你用色眯眯的眼光 对不对 看着某个这个异性的时候 那么事实上 这里面就已经有那个性的含义在了 那么在这个Catalonia 那个这个Picasso的 这个年轻出生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民风是比较保守的 比较纯朴的 那么在那里 甚至这个观看本身都是 这个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被人家来看待这个观看这件事情 那这个情况 事实上在这个 尤其在这个散族 这个回教的民族里面很明显 对不对 那么西班牙又曾经是受过这个回教的统治的 所以这个有关于观看这件事情 是有很多的禁忌的 是有很多的禁忌的 那么 所以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观看本身 事实上 就带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 这个是 我们刚刚在提到说 他自己的解释里面 就是跟信 报复死亡没有关系 那么 所以当你在看这幅画的时候 你也在做某种的观看 对不对 尤其是这个被观看的人 他是什么 是裸露的 对 这个是可以看得到 看得出来的 那么在这里面 他也不见得一定是用相同的字眼 就是凝视观看或者什么 你看前面看到 刚刚我们可看到那句话是gazes 对不对 那么下面这句话则是look 他用谐题字 他说 to look at a woman was to penetrate her one could be punished for it 就是在Picasso所生活的那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看一个女人就可以受罚 就是什么 你这个妨害风化 对不对 甚至这个可能是什么 猥亵罪 或者什么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说 looks were in Picasso's brutal universe primative forms of an already primativist act 就是已经就是一个很野蛮的那样的一个行为了 就已经是愉悦了 这个某种的这个界限 就已经是根本就是一种性 就已经是一个the act of copulation 就已经是这样的一种行为的 那么他说understood in its intensity rader than sensual refinement 所以呢 这个有关于这个这样的一个有关于性的这个行为 事实上一样的他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对不对 那么他在这里面的理解是什么 是以一种很那个有关于这个那种强烈性的方式 就是来理解这样的一个act of copulation 而不是理解为是一种sensual refinement 对不对 因为性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 是一种很细致的挑逗的 然后甚至是什么很有 比如说像信仰所谈到的那种很有高品味的那种 那样的一种细致的那样的一种意义的性 跟一种非常粗鲁的 那种纯粹是就是直接物质性的 为了性交而性交的那样的一种性 可是他在这里面他谈到 他说观看这件事情被理解为的 就不是那样的只是一种细致的 这种很gentleman的很温柔的那样的一种意涵的性 而是一种强烈的那样的一种意义意义的性 这个是他在谈到这个关于观看这件事情的情形 那么所以他下面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This is not control the Italian Rococo 他说不像是那个意大利的那个 Rococo 意大利人 Rococo就是讲求这种非常细致的 非常繁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 Rococo 的性当然就是什么 就是前面的那个 sensual refinement 而不是 in its intensity 的那种 sex 对不对 那么所以他说看出来这Italian Rococo 那后面这个就是在修饰 这个谈这个歌 或者说跟这个Italian Rococo 这个同位同位语的 就是说那种性的意涵是什么 是the leisure of lunging with a lover in some villa of Palladios Mekin 那么这个 Palladios Mekin指的就是意大利 这个 Rococo 时期的一个建筑师 其实他最擅长建筑的是什么别墅 擅长建筑别墅 任何的一个国王 除了有他自己行政的单位 或者主教也是这样 就是他工作的那个地方 另外呢可能在什么郊区的地方 会有一个别墅 然后找这个Palladios 来设计这个别墅 那个地方是什么 是这个国王或者这个主教 这个享乐的地方 享福的地方 即便在德国在柏林也是如此 这个以前普鲁士的首都在柏林 那么可是呢 你如果搭他们的捷运 搭到这个波茨坦 那么那个就是波茨坦 什么波茨坦条约 波茨坦训言 他们离柏林其实很近 大概就像板桥跟台北市就是这样 可是到那个地方去整个感觉都完全不一样 那边的那些雕刻啦什么的 一定是什么葡萄藤 因为葡萄就是跟酒有关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欢宴享乐 然后那个人都是什么笑的这样子 看起来有点邪恶的样子 那里的雕刻 就是整个就是非常欢乐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现在是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地区 那么那里面就是整个那个设计或者安排 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他在一样的 他在叙述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 他说in some villa villa就别墅 对不对 Palladio's making 就是在那个Palladio的一个 他的那个成名座的那个别墅里面 然后呢有个什么 你的爱人对不对 然后他什么 鞋躺在那边懒洋洋的感觉 手里拿着一杯葡萄酒比如说 然后那个什么 你可以在那边享受这种性的欢愉那种情况 他说这里所叙述的这个意义的那种性 不是那种意义对不对 所以那个contra 这个字大概就像against opposite to 这种意思 就是相对那种 Italian Rococo的那种东西 现在我们回到什么 另外一个地区 是什么西班牙的这个Cataronia 那个乡间 但是那个观看就有另外的一种性的意涵 而这跟这种很贵族式的 这样的一种性的意味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那么这样的一个性是什么呢 下个100月倒数第二行 他说It is an act so terrible so potent that the eye quights out to turn to stone 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强烈的个性 他说他是一个 因为这里就有一种那个崇高感 对不对 so terrible so potent potent 就是非常的强大的 对不对 这种非常有力的 因为impotent 刚好反过来 对就没力了 那么说so terrible so potent that the eye quights out to turn to stone 对 那个眼睛这个要什么 要哭出来叫出来 变成什么石头 or to be made with brutality that pays back the violation 就是针对对他的侵犯 要什么回报于这样的一种这个暴力来对待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 所以这里面有性 可是也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暴富在 有一个暴富在 对像什么女王风的报仇 或者类似的那种概念 在这幅画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感受里面 还有这种东西 对不对 还有这种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这形式主义在这里面 这个没有办法去去去去谈到这种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是这个却是什么 就steinberg在这个做这样的一个分析里面 他感受到的那样的一个画所给人的感觉 OK 那么不只是这样 他下面接着说 他说women 他说这些女人 对不对 我们刚刚说这种什么 仿罗马式的看起来都这么的粗壮 或什么对不对 women take on the power 他们这个什么 仿佛有这样的一种力量 这样的一种神力 of castration 对不对 castration是什么 气势阉割 对不对 就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男人 对不对 这样对待我 我就什么 把你淹了 这样的一种 报复跟力量 in this work 女人仿佛带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在 and the power of partnership in the destiny of sex so primal that one is in danger of this 那么以至于 就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力量 然后女人们好像什么 他们好像团结起来 对不对 来做这样的一种报复 像是什么 像是让那个什么 男人在这幅画面前感觉到 他甚至可能什么 不被 就好像那个公螳螂 面对那个抹螳螂 对不对 做完了之后 就准备受死一样 in danger of death 那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就是这个什么 性暴复死亡 这样的一个 整个画面里面 呈现出来 Steinberg所做的解释 那么他说 everything hardens 所有的东西都什么 都固化了 as eye meets eye 当眼睛 接触到那个眼睛 当你在看这幅画 当你在看着那里面的人 女人的眼神的时候 那么这个什么 这个所有的东西 好像什么 就固化了 然后 reposit it in rebound 对不对 receive it in gasp and shock return the look of the Oedipal victor who already expect retaliation for conquest 那么这里用到这个Oedipal 对不对 就是那个 希腊的那个神话里面 那个Oedipus 那个名字 那么把它做成这个形容词 对 回报于这个什么 这个Oedipal的胜利者 这里 这个胜利者当然指的 大概就是男人 对不对 的这个观看 那么 然后呢 好像对他有某种的复仇 这样的一个味道在 这个是 这个整个画面上所呈现出来的 所以他说 the philosophical browser 这个哲学的忌愿 对不对 就是the arena of painting 就是绘画的一个展示的地方 那么在那里呢 男人碰到了女人 然后呢 and achieved form in the manner of combustion 达到了这样的一种燃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一个形式 就是非常的刺烈的那样的一个感受 这个是在面对这个画面的时候 这个比较很有内容的 而不是形式的 很有内容的很强烈的 对不对 充满了感受性的那样的一个面向 那样的一个面向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面向里面 Steinberg解释说 那OK 我们在画面的右边看到这两个带面具的女人 以及左边那个其实也像是带着面具 对不对 在中间两个看起来是没有面具 那其他的好像都带着某种面具 他说面具在这里面 Max R. Steinberg tells us almost ineptly superimposed upon faces 他说面具戴在脸上觉得是什么 很不合适的那样的一个感受 对不对 他跟脸并没有什么很接近 那个面具显得呆板 而那个脸的那种抱负 或者是那种燃烧着内在的那种女王风的感觉 在面具里面就好像被掩藏了 所以他跟脸其实没有那种一致性 那么面具这样子的 覆盖在这个脸上 as if concealing their even deeper and more terrifying primitivism 那么盖在他们的脸上 仿佛现在掩藏他们里面更深的 那么更可怕的那样的一种野蛮 那样的一种更刺烈的东西 这个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面具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解读里面 那个所谓的什么非洲的那种木雕的风格 或者什么 其实反而不是那么之重要 对不对 呈现出来的是什么 是Picasso要表达什么 他也许应用了某些风格 可是他一定有一些他要表现的东西在 对不对 而且透过这样一个描写 因为Stanberg这个文章就是 一般人就说Picasso就这样 然后他的各种不同的时期 各种不同的风格 只是如此 那其实都没有真的进入到一幅画里面去 去好好的去看这幅画 感受这幅画 这样的一个情况 Stanberg他是这样做的 对不对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很好的写篇论文 而且提出他的这样的一个创建 那所以当人家读到这个论文的时候 大吃一惊对不对 说对啊 这其实才是什么 看这画的时候的感觉 而不是只是那些调书袋 只是那些什么各种风格形式 对 那个都是什么 那个专家 大学课堂 讲的那些东西 其实没什么什么 太多的那种感情 或者感觉的成分在这个其中 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到了 在Stanberg的这个解释里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 表现主义的解释的一种优越性 那么事实上 你也看到另外的一种解释 行事主义解释的一个不足 在什么地方 好 那么下面他接着要谈的就是 OK他解释了这些东西 那我们还是没有看到process 对不对 但是他事实上在这里面 他要讲process在这里面 这个扮演的角色 所以在101页 这个第二段的地方 那么他提到 他说so far the reading is brilliant 他说这样子来阅读这幅画很好 对不对 but not yet about process and dewey sense 但是呢还没有任何 dewey在前面告诉我们提到的 有关于这个过程的观念 那这个过程的观念在这里面哪有什么 就是纯粹只是这幅画所产生的一个感觉而已 那当然表现是有的 但是过程在什么地方呢 对不对 那么他说it is razor 他说这幅画其实就是刚刚前面那一整段 从100页到101页这一整段 那个描述其实是about what one sees and feels in the picture 那是一个人在看这个画的时候很直接的那些感觉 那么这些感觉呢现在再来我们要问的就是 那这跟表现有什么关系 因为各位知道这一节就叫表现的余禅 你过程的概念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怎么样的去摆到这里面来 那这个就要什么 进一步的再去考究 那么这个Steinberg 他就对这幅画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 下面他接着这个所要谈到的 他说这个Steinberg returned to the many sketches 这个就是我写在投影片上面 他研究了很多在比卡索在画这幅画的时候 他之前先为他所做的一些素描 因而呢透过研究这些素描 一直到这幅画的这个成品 你就可以看到他整个在构思这些东西里面 所看到的一个过程 那么结果呢发现说他在做这个素描的时候 他原先所画的素描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他画了什么呢 他在这里面他说 for a time 在这一段的第四行后面 他说for a time because of drawings contain a medical student 他说他原来画的是一个医学系的学生 然后呢holding a school in the picture 手里拿着一个骷髅 一个骷髅头 他说原来他画的是这样 那这个医学系的学生手里拿着一个骷髅头 这个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他要谈死亡 对不对他要谈死亡 那可是到最后他并没有画出这幅画来 显然的他觉得这个还不是他所要表达的那种死亡 所以他用了一个更间接的方式 来表达这个死亡 那么也就是说你在看这个 Demoiselle Dominion这幅画的时候 你并没有看到死亡 对不对 但是呢透过这个信 因为你看到信 对不对 然后看到这个什么 复仇恨 你仿佛什么 在面对着一个死亡的威胁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显然什么 比卡索是经历的一个过程 最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表达这个 他所要原来他所要表达的那个死亡 所以他显然原来有一些不同的构思 但是到最后他用这个方式来谈 因为你在这幅画里面说这里哪有死亡 我在这里面看不到任何这个死亡 对不对 但是你是否会感受到一种死亡的威胁 对不对 他用了一个更间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这个呈显 呈显他 所以他把这个过程 他就是在这个101页的第二段这里 做了这样的一个描述 这个过程的描述 那么在第六行 他说This figure is finally removed 他说那个医学系学生拿骷髅的 那个最后都被拿掉了 对不对 And does not appear in the finished product 然后在这个完成的作品 也就是Demoiselle Dominion 这幅画里面完全没有看到什么 医学系的学生 没有看到骷髅头 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了 对不对 他在成品里面已经不再出现了 但是他们事实上是什么 是一系列的这个过程 然后最后成品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一个process 而且透过这个process 你就更了解了 噢 这个Picasso在这里面 要表现些什么东西 那么他下面就要说了 他说Now the medical student and the school suggest mortality 医学系的学生跟那个骷髅头 他们在暗示着 在告诉你的是有关于什么 人的虎朽性 人会死 就是在告诉你死这件事情 And Steinberg's reading of Picasso's process concludes that 后面这个句子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把它用了那个方瓜符 再加小瓜符 让你能够读懂它 他说这个 Steinberg 对于这个Picasso的这个过程 的一个阅读的结论 concludes 那么这个结论就是后面的整个子句 就是Z的这个句子所谈到的这个子句 那么他说that what Picasso has done is 就是Bicasso在这里面 就是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他首先 he first encountered death then he banished death from his picture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很直接的表达死亡 对不对 你看到一个医学系学生 在看到他跟这个骷髅头在一起 直接的就是让你就是遭遇这个死亡 但是接着他把这个死亡的 在画面上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成型 整个都拿掉了 对不对 那么然后这样的一个画 从他的这个画里面拿掉了 那么这个画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话呢 A picture so intense as to virtually identify sex with death and retribution 在这个画里面 他死亡变成只是一个间接的沉险的东西 他们这个死亡这件事情跟性跟报酬结合在一起 那么透过性报酬让人感受到一种死亡的威胁在那里面 这个是Staybeck他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那这个解释呢 因为透过他回到那个过程里面 让这整件事情似乎获得的比较好的一个解释 那么这个就是他所说的 By returning to process product is animated as an expressive act the act of inclusion, exclusion, fear and trembling 那么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看到这幅画 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解释 似乎比起我们之前所看到那种形式主义的解释 似乎来的更深入 然后呢也更贴合感觉 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也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有些人也许说我完全没有那种感觉 对不对 他说我看这个完全没有这个什么信 或者报酬或者什么的感觉 也说不定 那么事实上这个Helvitz也说 他说也许你不同意了 对不对 那么下面他说 Bring an analysis 他说分析的真好 对 which even if you disagree 即便你不同意 他说I do not 他说我不会不同意 就是 尤其是如果你以前看过 对于这个Picasso的这些话 的一些解释 就觉得那些解释都是烧不到养畜 就是很多的主义啊什么的 就是只有那些东西 可是跟你那个感受 就很不会那个 所以如果你又看了那些东西 然后你再看Steinberg 你就 这个才有感觉 对不对 所以他说我不会不同意 他说I do not I do not disagree 不要把它理解为 I do not agree I do not disagree 即便你不同意 但是他们至少这样的一个分析里面 是有一个观点的对不对 他是有他的argument 有他的论证或者什么的 那么这个point就是在这个地方 什么呢 Art may look finished 的艺术啊 当他变成一个作品的时候 他看起来是一个完成的东西了 对不对 他看起来会是一个完成的东西了 所以他说may look finished 他看起来是完成的 but its intensity 他的那种强烈强度 他的那种intensity 他说even a form 即便只是一个形式 对不对 Picasso这里借用了很多的形式 去表现他要表现的内容 包括立体派啊 对不对 包括仿罗马式的那种风格啦 或者是这个非洲的雕塑 以及等等 那他事实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不对 他说even a form 他说are unlocked only through return to process 他说只有藉由回到那个过程 那么这个艺术作品才怎么 彻底的被unlock 还被彻底的被解明 被解开 然后让我们看到哦 他是这个样子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只是一个固定的 不动的的那样的一个艺术作品 那么透过我们了解那个过程 我们更好的可以去理解 这个已经完成了的这个艺术作品 这个是他在这里面所要表达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 过程在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这里他也表现出来 就是关于过程的这个重要性 但是我们究竟要去如何看待这个过程 那么这里面是Helphys下面他接着要去论证的一点 一个成品就是蕴含了过程在其中 这是他首先要说的 就是在一个完成品里面 当然一定经历了某种过程 然后才有这个成品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个东西 不应该单单只是看他这个时候的样子 而是什么 包含了他是怎么样的被创作出来的 这就好像你在看一个人的时候 不是只是看他现在长这个样子 而是他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就是只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你就是一个只看外表的人 那你如果只看外表 你看看柯P 穿着一个夹克 看起来外表其貌不扬 那你也不觉得他怎么样 可是如果加上了某些过程 再去看他 那个含义就会有所不同 那么在对过程的强调里面 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成品 应该包含导致出这个成品来的 那样的一个过程 应该包含那样的一个过程 来理解他 这个是他在这里面的 第一个所要表达的 就是101A下面这一段 那么第二个他谈到的是说 过程跟产品之间 那个已经完成的东西之间 具有一个什么 一个辨证的关系在 有一个辨证的关系在 那么这个辨证的关系在 透过这个辨证的关系 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 所谓的work of art 其实是有双重的含义的 这当然是英文里面 才能够这样说 我们用中文 没办法这样说 就是什么 work of art 一个意义是所谓的艺术的工作 对不对 就是work 他理解为是工作 那第二个则是什么 是一个完成的成品 那是艺术的作品 那么一个work of art 一个艺术作品呢 既包含了这个工作 也包含了这个完成的东西 因为这个作品 其实正是经由这样的一个工作 而成其为这个作品的 而成其为这个作品的 所以对于这个工作的理解 当然有助于你对这个作品的理解 或者说这个作品之所以为这个作品 其实正在于 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使得它成为这个作品 这个是所谓的这个过程跟产品之间的 一个辨证的关系 那么这个就是他在这个 101页下面这段所说的 它说the problem with the theory of art that turns product product是一个成品 对不对 已经完成的东西 that turns product into the material for the story of its process is that such a theory fails to appreciat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point of view and the finished product itself ok 那么所以这里面 它现在要谈的就是什么 the point is captured in the very term word of art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word of art 它说which refer to an act of making 这个是工作 对不对 and a thing made 这个是作品 对不对 所以这个word of art 就同时包含了这两个含义在 就同时包含这两个含义在 那么而且只有藉由这两者彼此之间的 相互的缠绕 相互的界定 那么我们才能够什么 好好的了解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作品呢 也包含了对于这个过程 这个完成这个作品的过程的理解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Colinwood 一直到Dewy都看到他们所强调的 的一件事情 所强调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Picasso的这幅画里面 我们也看到就是透过对于过程的理解 我们就有什么 更能够这个体会 在这幅画里面所要表达的的意涵 因为到这个Demoiselle d'Avignon 这幅画里面 如果我现在直接看说 这里面有死亡 看半天说死亡在哪里 对 看说不会啊 这些少女都什么青春洋溢啊 对不对 哪有这个死亡在其中 显然的 经由这样的一个过程的理解 那就比较能够去解释它 而这个就变成一个很曲折的 一个变成深入的考究 才能够出现到的一个 含藏在画面里面的一个主题 这个是Steinberg 他所做的一个研究里面 所看到的 就是Process在这里面 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这个大概就是 关于这个Picasso这幅画 以及在这幅画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对于 那个画 就是画的理解跟过程 的一个关联性在这个地方 OK 那么下面 在101月下面这段 这个有很长的一段 他其实是要去 判别 判别 过程这个观念究竟有多重要 因为 我如果各位还记得 在Kolimu那边 过程显然是 有点太重要了 我说太重要的意思是说 Kolimu几乎告诉你说 作品只是个媒介 对不对 你透过这个作品 你目的是要回到过程 你是要回到那个创作者 他创作他的过程 所以每一个人在去看 这幅画 或者是欣赏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 他都是什么 透过这个作品 而重新的体验到 经验到 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 那么他说正是这样 让这个艺术作品 永远生生不息 有他自己的生命 因为每一个人 再重新的就是 再回到他的 那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去 那么这样的一个论点 又显得是太重视这个过程了 所以他在下面这里 他要问的就是说 到底过程 如果我们用 Picasso的这个例子来谈 那么这个过程在这里面 呈显的是有多么大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这个是他在这里面 要讨论的一件事 那么这个呢 就从101页 那个倒数第七行后面 process那里开始 他说process is only 只是这样而已 is only relevant if it depends the understanding of product which is what Steinbeck shows about Picasso 他说过程其实指什么 相关对不对 是什么呢 他可以加深我们 对于这个完成的作品的了解 而这个正是什么 在这样的这篇他的这个论文里面 他所要表达的 就是透过过程 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个作品 那么他说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你要把它跟什么前面 比如说Colinwood的那个观点 做一个区别 那你才能够看得出来 这里面在理论上面 这两者有没有有什么不同 他说thi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他说这个跟下面这件事情 是不一样的 什么呢 adherting that product is a mere vehicle for the story of its making its making to conclusion 他说当一个人宣称说 一个完成的产品 其实只是个媒介 只是个工具而已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过程 他说这个就跟这个Colinwood 这个例子里面 所看到的不是 并不是这样对不对 相反的过程 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作品 可是前面对过程的那个强调 重要到什么程度 是过程才是主要对不对 反正作品只是什么 只是个工具 只是个vehicle vehicle就是像一部车子 它只是工具 把你载到某个地方去 目的是过程 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他说这两个观点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你 你这个什么 回到前面的Colinwood 你看到Colinwood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他告诉你说 这个过程让你回到什么 这个艺术家那边去 那么当然我们之前讲过说 表现主义 非常重视艺术家本身 对不对 可是这样的一种重视 重视到变成什么 这个艺术家为主了 而不是把重心 摆在这个艺术作品了 可是刚刚我们在谈 这个Picasso的这幅画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什么 是把重心是摆在这个艺术作品的 但是透过这个艺术家 我们能够什么 透过艺术家 在创作这个过程 你自己对艺术家的一些理解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作品 你可以看到它的 这个偏重的不太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其实它的偏重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在这里面 正是要去把这一点给 这个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前面的那个观点 显然是有点太过度了 所以在101页的倒数第三行这里 它说更进一步来说 Moreover The right story of process 它说 这个有关于过程 它的一个正确的故事 Cannot be told without acknowledging the obvious and illicitable point the process is designed to produce or to achieve product 它说过程的目的是什么 过程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出这个产品 所以过程怎么会变成是更主要的 对不对 当一个艺术家真的在创作的时候 它其实是什么 着远于它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是产品 对不对 那过程只是什么 导向这个产品的那样的一个经过 所以这一点 就是让我们看到过程跟这个产品之间 在艺术家的表现里面是孰轻孰重 他说任何一个艺术家一定什么 把目的一定是摆在这个已经完成的作品上面 对不对 那么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Richard Volheim 这事实上是下一节 主要要谈他的一个论点 那么这个Richard Volheim的观点 这个101页下面这一行一直到102页 说An artist paints with his eyes 一个画家在画的时候 他不是什么 很素朴的直接在做画 他不是 他一边画 一边在看着这个画 如果他变成一个成品 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会不断的去修改 他 对不对 他会不断的去修改他 那么这个是什么 就是表示一个艺术家 他其实在做画的时候 他还带着一个反思的眼睛在看 看我在做这个画 那我如果这样子画下去 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他其实是什么 关注着他会呈现什么样的后果在 对不对 所以他说 他说 An artist paints with his eyes Constantly checking to see how the work looks as a whole 他会不断的去看这个作品 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来看 会是呈现什么样子 And continuing or revising accordingly 然后决定继续或者决定修改 这个你不会觉得奇怪 你如果真的看一个画家做画 画一画 然后他会后退一下 然后看看他呈现的样子 然后再看看我刚刚画的那一笔 需不需要修改 还是我很满意 我继续下去 他其实是不断的在做这样的一个 反复的工作 所以画不是什么 一头栽进去 然后就一直画一直画 然后就画到出来 并不是这样 对不对 他其实一边在画 一边在修改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所在乎的是 他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对不对 他其实在乎的是 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所以他不可能是什么 就一气呵成 你不是这样子 你在写报告的时候 当然如果你不在乎那报告 那应当别人 如果你说我很在乎 因为他在我的亲爱的助教眼里 看到会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什么 写一写 然后想说这句话合适吗 我要不要改一改 对不对 所以你一方面在做着一个 主体客体的动作 但是在另一方面 你又跳脱出来看 你所做出来这个东西 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你在乎它 以什么样的面貌去呈现出来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 你就什么 就不断的在进行着 而且在修改着 那个以后 这个助教他们写 硕士论文也会是这样 对不对 写一写然后改一改 又写一写改一改 绝对不是什么 我从头写到尾 中间没有任何更改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篇论文大概会被我退掉 我不相信有人 我也不相信有人 是那样写的 你一定是不断的在进行着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事实上就是Vohai 他在理解这个绘画的时候 他就谈到了这个观点 那下一节 整个会讲到他的理论 虽然我们可能 没有这个什么 机会谈到他 但是还是稍微介绍一下他 那么这个就是Vohai 这个人 1923年到2003年 那么下面那一节 会用他的这个理论去解释 这个赛上的一幅画 赛上的一幅画 会牵涉到对进一步对Dewey的批评 那在这里面当然 我们主要批评到的的是 对于那个Colinwood的部分 好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理解到艺术 他说艺术 这个跟这个所谓的那个治疗 还有艺术跟我们所谓的生活 这个都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们偏重的地方就不同 那么他的一个这里 就是整个102页上面这整段 他一个主要的论点差不多就是 102页第三行所讲的那句话 他说 The process of making is focused on the product made 就是创作的过程 对 事实上是聚焦在那个最后要完成的那个作品 因为那个是你最终的一个目的 然后他说 There is no process independent from it 没有任何的一个过程 会独立于他之外 独立于什么 你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那个最后完成的作品 你的整个的左眼都在那里面 所以你可以为了这个作品 比如说你就不睡觉 或者你就什么 这个披头乱法或者什么 因为披头乱法不是你的成品 对不对 人家去感受那个过程 不会感受到你披头乱法或者是你没睡觉 或者什么 但是人家会感受到是那个最终的成品 以及成为这个成品的那整个的一个过程 那个过程里面是不包含的 那个什么你的披头乱法或什么那些部分的 这个是作为一个艺术品 他会有重视的就是所谓的go 所以他提到 他说this is where art parts 这个parts parts company 就是脱离 离开 parts company with therapy 跟治疗 他说艺术跟治疗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 为什么呢 where the process is the goal 因为治疗那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目的 他说change gradually achieved through encounter between patient and therapist 就是在病人跟治疗师之间 你去做什么心理资商 对不对 那个心理资商 你在做那个资商的时候 他一定会录音 有时候甚至还要录影 因为那个过程是重要的 可是创作 创作里面他整个的是为了那个成品 而不是为了那个过程 对不对 所以他说这个什么 那个心理资商 那个瓜胡里面讲的那个心理资商 他是会怎么在里面逐渐的做调整 改变在那个病人跟治疗师之间 就是我这样子的资商不能够表达 那就换一个方式或者怎么样 那么除此之外 perhaps with the help of prescription drugs 换句话说 在那样的一个syripy的过程里面 他很重要的就是过程就是目的 但是艺术呢 并不是你过程做这个目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看Colinwood的论典 他就是告诉你目的是那个过程 对不对 就是你要回到那个过程 但是他说实际上艺术冲的不是 他是为了这个成品 是这个作品 对不对 是为了这个作品 那么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应该加以区别 他说除此之外呢 你如果跟生活生命来讲也是这样 生活不是为了他的最终的东西 对不对 最终的东西是什么 是死亡啊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死亡 很简单 就不要活了 直接自杀最快 可是生活不是为了那个最后的那个成品 而是为了这个过程 对不对 Life是这样 所以Life 他主要的也是为了这个所谓的过程 那么这个 因而他跟这个什么 艺术创作里面的那种目的性 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的 他说所以呢 他说 All the story of life 他说一个生活的故事 which may be understood as goal oriented 他说也许你在生活当中 也有一些目的想要去达成 所以你就去做那件事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整个生命本身 这个长远的去看 他事实上 but also a process 而且是forever underway 是一个不断在进行的过程 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有一些目的 但是那些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构成了这个过程的一个进展而已 可是艺术不是 他的那个重点是摆在这个作品 这个最重要去实现的东西上面的 那么他要讲的是 这个观点 让我们看到这个对过程的理解 应该是这样子的理解才对 而不是把它变成像是一个好像最重要的东西 那Colinwood的那个观点 事实上就是这样 他在这里面他就提到一个例子 我把这个例子说完 就是他提到说那个 他说没有一个人真的看一个作品 就是什么 一定要去重新的去经历他一次 然后他就讲到说 在那个102页中间 你看到有很多大写的字眼那里 他说This is a Hollywood version of Michelangelo 他说这个就是什么 好莱坞的那个米开朗基罗的版本 对 因为米开朗基罗他画那个Sistine Chapelle 那个Sistine 礼拜堂的那个壁画 对 他其实画得非常辛苦 那么这个 他后面提到说 Charlton Heston Charlton Heston就是那个演 好莱坞演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男主角 对不对 Cursing in Tuftsia Ethical Americanese 就是什么 他用那种那个戏剧的美国枪在那边诅咒 因为米开朗基罗画那个画画得非常辛苦 米开朗基罗的下半辈子整个头都是歪的 为什么 因为画那个壁画 他画了四年 那个壁画是 你如果去西斯丁礼拜堂 他一层楼大概我们的三四层楼高 所以他要做音价 然后那个吊在那边 那吊在那边 然后在那边画 上面的人物大概都比他人还大 因为从下面看上去才会看得很清楚 画那个什么 上帝的创造世界 对不对 然后那个上帝跟亚当手指 接着手指 然后他画甚至难到什么程度 你看你是躺着画 对不对 那躺着画你没办法怎么样 你没办法说 你如果画的是这样 我画一画我后退两步看看 然后再来改 对不对 你躺着你动弹不得 你也没办法后退看 对不对 所以你要什么 非常精准 因为你顶如说 下面的看看怎么样如何 对 顶如说大概怎么这样 下面说你也挡着我也看不清楚 或者如此类的 所以他其实 然后他做了很久 因为他不像拉菲尔人 拉菲尔人 其实很多画是叫土地画的 米开朗基有所有的东西都势必公清 一定自己来 所以他画了四年 画四年就是你大学大一到毕业 对不对 然后他每天都这样 每天早上起床就开始掉 那个一定运动伤害 对不对 所以他后半辈子就头都歪的 人就是歪头 这个歪了四年 他在这里面讲 Charlton Heston 他在那边诅咒 对不对 因为他米开朗基有不想要做画 他说他是个雕刻家 我不是个画家 可是教皇就是逼他 你就是要画 所以他就在那边 就是一边画一边在那边骂 对不对 所以他就在那边 他说from the Scaffordine Scaffordine就是那个音架 of the Sistine Schabella 就是他在那音架上 然后用美国枪在那边诅咒 用英文在诅咒 其实他当然米开朗基罗 当然不可能讲英文 他故意用很讽刺的方式 他说难道你去看一幅画 真的就是要回到那个过程吗 所以你去看那个 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对不对 你就要什么 经历歪头 然后经历那四年那种痛苦吗 不是啊对不对 你其实看到的是他的完成品 而不是什么 什么经历那个画家的整个完全过程的重现 他说不是这样吧 那每个人都什么 都要像那个Charlton Heston那样 就是什么 重新演一次米开朗基罗 对不对 然后重新在那边诅咒一次 他说这种论点也未免就是太过度了 就是把过程提高到那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让我们对这个所谓的过程 有一个就是他事上 就是说过程是很重要的 理解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但是不是重要到变成像Colinwood 所讲的那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里当然也因此 虽然他这里都没有提到Colinwood了 这等于也对Colinwood的那个过程的观念 做了一个批评 好这个大概就是整个第四节 这个有关于这个表现的遗产 跟过程的观念 那么摆在我们当代这里面 所呈显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这门课也就只能上到这个地方 还有一节对不对 但是已经讲不完了 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这个感染而止 那么后面的那个第五节的部分 我想你可以自己看 因为事实上 他在这里面就是拿绘画作为一个例子 来进一步的论述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也谢谢 在这个一学期内 大家参与这门课 OK 那我们这门课就到这个地方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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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